咱们今天呢来讲一件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 我们之前呢也说过其他的拐卖案件啊 但是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比起来那都是小屋见大屋 这起案子当年是震惊全国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咱们呢说几个数字 涉及到的一共是有52名犯罪嫌疑人 先后拐卖妇女达到多少人呢 达到130多人 大家都知道在以往我们说过的拐卖案件里面判处死刑的不多 但是在这起案子里面一共有八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那么这系列案件发生在哪呢 横跨四川和安徽 这个犯罪集团的核心呢是一家人 这家人也被外界称为宋氏家族 那么这宋氏家族是哪人呢 是安徽省立新县人 在立新县呢有一个前宋庄 这前宋庄有这么一户姓宋的人家 正是这户人家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 那么要说起来他们是怎么走上这条犯罪之路的 咱们呢还得从80年开始说起 在整个犯罪团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刘文天 您各位一听不对啊 宋氏家族怎么出来一姓刘的呀 您甭着急 这个刘文天呢 是四川人四川省中江县人 他的父亲和他的岳父宋孝修 早年间呢一起做过生意 1980年的时候 宋孝修啊 因为欠别人钱 为了躲债 带着他的女儿宋连英 就到了四川省中江县 找到了刘文天的父亲 就商量着 咱们怎么着再合作一把呀 之前你看咱们合作多愉快呀 咱们接着一起发财呀 因为宋孝修是带着女儿去找的刘文天父子俩 甭管那老哥俩怎么着 反正这刘文天和宋连英 整天的在一块相处 一来二去 也就互相都有了好感 俩人呢就谈起了恋爱 这宋孝修一看 哦 我这家伙来找老刘来 这发财的道 没想出来 也没挣着什么钱 最后还陪一闺女 那门都没有啊 所以呢 这宋孝修是坚决反对 匆匆忙忙的带着闺女宋连英 就又赶回到了安徽立新 回去了 可是他回去之后 这刘文天呢 一直就记挂着宋连英 毕竟谈了恋爱了 1981年年初的时候 刘文天呢 一个人就到了安徽立新 就找到了宋孝修 就求他呗 那什么 说 你就答应我跟连英的婚事呗 我是真心喜欢连英的 以后我俩在一块 我会对他好的 我也会对你们都好的 我就给您当儿子 一来二去的 这刘文天呢 找了宋孝修好多回啊 也求了他好多回 最后啊 这宋孝修一看 不答应啊 也不行了 再加上确实 跟刘文天他爸爸老刘 也是有过命的交情 那就行吧 可是我得刁难刁难他 就提出了很多条件 那什么 文天呢 听说你们四川的女人好找啊 你能不能找几个过来 给你的弟弟当媳妇啊 刘文天一听 那也没什么不行的呀 这给自个儿的小舅子找媳妇 那不理所应当的吗 可后来啊 宋孝修又跟他说了 文天呢 你也知道 我之前做生意呢 欠了人家很多债 你给我从四川呢 带几个女人来卖 我好还账 这刘文天为了能娶到宋连英 那这老岳父说什么算什么呀 就同意了 于是呢 这个刘文天呢 就回到四川 骗了几个女人过来 给宋孝修 宋孝修呢 一捣手就卖了 这么着 宋孝修才最终同意宋连英 和刘文天一起回四川结婚 在四川呢 待了不长时间 因为宋孝修的老伴 刘文天的岳母 想闺女 就催着刘文天他们 早点回安徽呀 啊 并且之前 你爸不跟你说了吗 得给你的几个弟弟找媳妇啊 1989年4月份的时候 刘文天和另外两个朋友 就把一个女人拐骗到了立新 留给大舅子宋连银 当了媳妇 这个女人呢 叫张泽秀 宋孝修啊 拿出了860块钱 就给了刘文天的朋友了 这刘文天一看 还别说 拐骗妇女 挣钱还真容易 当时啊 安徽立新的经济条件不好啊 并不是特别的发达 大伙日子过的呢 都很穷 紧紧巴巴 要想着堂堂正正 娶个媳妇 得花差不多将近一万块钱 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啊 娶不起媳妇 要是买媳妇呢 也就花个两三千块钱 所以拐骗妇女 到这边来卖 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并且很有市场 后来就有的人呢 听说刘文天能搞到女人 就都找上门来 让刘文天呢 帮着介绍对象 一开始 他们收的钱不多 到后来啊 这价码呢 是越来越高 这一看能挣钱 刘文天的媳妇 还有刘文天的几个大小舅子吧 就也都跟着参加了 加上四川那边的朋友 他们呢 就事先商量好了 怎么拐骗 怎么接送 怎么窝藏 怎么看户 怎么转移 怎么联系买主 每一个关键环节 都有专人负责 到1991年底的时候 就只刘文天一个人 就拐卖了妇女 14个人 那么 最终他们的罪恶 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992年9月25号 晚上11点左右 立新县城啊 街面上都见不着人了 非常的冷清 非常的寂静 过去不像现在 现在说晚上11点 好多小年轻外边吃烧烤 撸串子呢 是吧 或者唱歌呢 过去没这个 当时呢 县公安局城官派出所的民警 一个叫安林 一个叫刘国 他们呢 正在进行常规巡逻 突然呢 两个说话外地口音的女青年 慌慌张张的 朝着他们就跑了过来 然后就打听 那派出所在哪啊 这两位民警一听 这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大半夜的 慌慌张张往那跑 见着我们就问派出所在哪 赶紧问问吧 问了两句 随后呢 就把这两个女青年带回了所里 经过询问呢 知道这么一个情况 这俩女的呢 一个姓倪 一个姓唐 都是四川人 这回啊 说是跟着老板到立新来收购药材的 当天晚上呢 他们住在县城里边的一家私人旅社 住在这个旅社的二楼 说是老板 其实不是什么真正的老板 这在过去那些年很常见啊 就是有人呢 到这个劳务市场 哎 去找人 我这有什么什么活干 有没有愿意干的 有愿意干的 跟我走 这个人呢 找到了姓倪和姓唐这俩姑娘 跟他们就说 去安徽做药材生意啊 给多少多少钱 愿意干跟我走 这么着 这俩人跟过来的 一直呢 就以老板相称 他们住了这旅社之后 吃完晚饭 让倪姑娘跟唐姑娘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所谓的老板呢 把倪姑娘就给强奸了 哎呦 这倪姑娘吓得呀 那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也不敢太过于反抗啊 此时此刻 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等老板睡着了之后 这小倪啊 强忍住 悲伤 愤怒 痛苦 拉着小唐跑到街上 找派出所报案 当时派出所的所长姓纪 纪所长啊 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 听完小倪和小唐的哭诉之后 再一想 淮北地区贩卖妇女活动 十分的猖獗 这两个姑娘又是四川过来的 初步认定 这又是一起拐卖妇女案件 根据以往的经验 纪所长就知道 犯罪分子啊 很狡猾 都事先得谋定好了 没拐卖一名妇女 甭管是拐 还是接送 还是藏人 还是买卖 这都是一条龙作业 要是不及时抓捕啊 人贩子就会跑了 于是呢 纪所长立刻布置警力 就去旅社抓捕了人贩子 另一路人马呢 妥善的保护好小泥和小唐 并且呢 留下笔录 留下证据 到了旅社之后啊 这个所谓的老板 还呼呼的睡的香着呢 一下子就让民警给抓住了 那么这所谓的老板是谁呢 这是专门负责送货的 头盗人贩子 他叫彭能安 顺着彭能安 在第二天又抓到了负责接获的利心级的二道人贩子 侯丽婷和冯绍华 这三个人呢 特别的狡猾 被公安抓获之后 拒不承认真实的姓名 也不交代家庭住址 你问他什么问题吧 那叫避重就轻 不交代主要犯罪事实 跟办案人员呢 绕圈子 打埋伏 派出所一看 这不行啊 得有更多的证人和证据啊 于是啊 又派人到四川调查取证 前后一共花费了六个月的时间 初步认定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 拐卖八名妇女的犯罪事实 再通过进一步侦查得知 此案呢 案情重大 牵扯到的犯罪分子 可不止他们三个人 被拐卖的妇女 更远远不止八名 接下来 又有新的问题摆到办案人员面前了 什么问题啊 这个案子是接着办下去 还是就此收兵 因为针对这三名犯罪嫌疑人 所有的犯罪事实 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要是现在收官啊 这可以说是办得漂漂亮亮的一起案子 但是 如果说现在收官 更多的犯罪分子 那就会逍遥法外 可如果继续办下去呢 甭管是主观因素 还是客观方面 困难重重啊 这毕竟只是一个县公安局啊 甭管从人力 还是物理上来说 办这种大案 难度太大了 不过呀 立新县公安局的党委 经过研究决定 哪怕有天大的困难 也得为老百姓负责 一定得把那些受害妇女 解救出来 狠狠的打击这伙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 县公安局领导 决定把案子呢 交给预审科办理 从全局抽调了多名民警予以协助 并且成立了局长挂帅的专案组 通过调查取证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立新前宋庄的宋氏家族 对于宋氏家族 公安民警呢 也早有耳闻了 其实早在1991年 宋氏家族里面的吴玉荣张泽秀 就曾经因为拐卖妇女 被蒙城县公安局收容审查过 后来呢 被取保候审 您各位是不是感觉张泽秀这名字有点耳熟 没错 这就是最早刘文天拐卖来的妇女 后来就送给大舅子当媳妇的那一位 他本身就是受害者 但是呢 转过头来 又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宋氏家族里面的其他的几个主要干将 宋孝修 刘文天 宋连银 宋连忠 之前呢 也因为被查出来拐卖 就被判刑了 投送到了劳改农场 接受改造了 民警把这些情况这么一了解 宋氏家族几个主要人员 都已经改造着呢 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呢 这就证明 宋氏家族肯定是有漏网之鱼 继续在从事犯罪活动 而且已经被判刑的几名宋氏家族的成员 很有可能都有漏罪的情况 专案组决定 把宋氏家族作为主公目标 来揭开宋氏家族神秘的面纱 第一个被盯上的呀 就是宋氏家族的大女儿刘文天的媳妇 宋连英 1993年4月5号 宋连英呢 跟平时一样 来到了立新县电影院门口 卖糖块 可是啊 他这心里边总觉得不踏实 他就总觉得要出事 因为办案人员呢 最近去他家去了好几回了 都被他侥幸躲过去了 照这情况来看 办案人员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他面前 于是他连招呼生意的时候都不那么自然了 这要照往常 哎呦 大哥大姐 哎呦 我这糖团可好了 您买点吧 给孩子带着吃吧 看电影的时候吃这个 哎呦 又香又甜的 可这一天呢 他都不愿意说话 别人一问 糖团怎么卖的 就这一块钱一兜 那是无精打采 果不其然 当公安人员 后来去那抓捕他的时候 这宋连英啊 也就喊叫了那么两三声 就乖乖的上车了 除了宋连英之外 宋氏家族还有没有其他的漏网之余 这些被拐来的妇女都经历了那些痛苦的遭遇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宋连英被警方顺利的抓获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漏网之余呢 当然有 1993年6月份的时候 麦子弟啊 都已经长得挺高的了啊 宋家老四宋连宾都吓得不行了 大姐被抓了啊 他爸爸 他大姐夫 哎那些骨干成员 早就被抓已经在改造了 现在啊估计快抓我了 所以他都不敢在家住 天天呢 就住在麦子弟里边 一听见警车的声音 就赶紧趴在麦子弟里 不敢露头 可是啊 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一个下着雨的晚上 警方呢 竟然摸清楚了他的行踪 把车远远的就停下 熄了火的 悄无声息的直扑麦子弟 一下子把宋连宾就给抓住了 警方又根据受害人刘某提供的一封信 查到了宋氏家族 另一名主犯 也是宋孝修的二媳妇刘士英的下落 这刘士英啊 跟宋连宾他们不一样 刘士英有时候心里也想 你说你们害怕还在立心呆着 这不傻吗 人刘士英感觉自己聪明 逃到了广东省 东莞在一个合资企业里边啊 就打工去了 县公安局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联系了广东方面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 把刘士英顺利的缉拿归案 所以啊 你逃哪去也没用 在专案组强大的追捕公使之下 宋氏家族的骨干分子 张泽秀张泽琼 严波等人也纷纷的落入罚网 这是那句老话啊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啊 宋氏家族所有的犯罪成员 现在都已经到案了 于是接下来就开始了紧张细致的审讯工作 终于是查清楚了宋氏家族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刘文天刘家跟宋孝修宋家 这两家结亲之后 刘文天呢就入赘了宋家了 为了打谢岳父的知遇知恩 没过多久就给两个舅子骗来了媳妇 大舅子娶了张泽秀 二舅子娶了刘氏英 张泽秀跟刘氏英刚一到宋家呀 好几回都想着跑 可是呢都没跑成 日子久了 张泽秀还为宋家生了个女孩 于是从这心里呢 也就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在哪过日子不是过呀 照理说张泽秀和刘氏英 你们都是被拐骗来的 你们都是受害者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 应该是怎么帮助更多的姐妹 不上当受骗的 可他们不是 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呀 哎 你看啊 我这么容易就被骗过来了 然后他们就挣了钱了 这挣钱方法好啊 这挣钱快啊 这发财之路啊 于是呢 他们俩呀 充分利用各自在四川的亲戚朋友关系 大肆的拐卖妇女 作为头盗人贩子 他们呢 长期的在成都市郊区 包一些民房或者旅社 伪造营业执照 然后派自己的亲戚朋友 到劳务市场啊 火车站啊 这些地点呢 花言巧语 来引诱女青年上钩 然后呢 再带到事先准备好的 租下来的那民房 也就所谓的办公地点 跟老板见面去 等被害人上当之后呢 他们就提出来啊 哎呀 跟老板一块出个差吧 咱们去上海 倒腾点服装去 要不就去安徽 收购点中药材去 等到女青年被骗了 跟人贩子上路以后 他们呢 再给安徽立新 蒙城方面的二道贩子 发电报 这电报可不是明目张胆 哎 妇女一拐卖 素来接人 那这是找死呢 他们呢 都有事先约定好的暗号 就告诉他们 准备接人 联系买主 等到妇女被拐骗到了 立新之后 大部分呢 马上就被买主领走了 个别的 暂时卖不出去的 就被关进宋家承包地里面 一个小草房里边 直到被买主买走为止 在那个草房里啊 是又低矮又超湿 每天有人把守着 定时送水送饭 被拐卖的妇女 那日子过的可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呀 咱们来说说这其中一位受害者 四川省登阳县有一个女青年姓李 长得挺漂亮的 由于啊 年纪小 年少无知 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话连篇了 带着三个月的身孕 就跟着人贩子到了立新 善良的李某呢 本以为这一趟能挣上几百块钱 为他即将出生的孩子呀 做点准备 可哪想到 住进宋家的当天晚上 不顾他身上怀有身孕呢 阎波就把他给强奸了 第二天又被宋家的宋连忠给强奸了 后来转移到武裕军家的时候 武家的人也惨无人道的强奸了他 再后来呢 这李某啊 又被转移到了宋孝义家里边 他们家呢 也在承包地那弄了一个小屋 平时是看菜园的 在这小屋里 宋孝义的儿子宋侍伟 又对李某实施了强奉 宋孝义一看 哦 我侄子也跟他玩了 我儿子也跟他玩了 接下来该我了呀 所以啊 转过天来 宋孝义又把李某强奸了 十来天之后 经过张泽秀 宋连忠 宋世伟等人联系 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的李某 被以三千二百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利新县 某村的侯某为妻 后来呀 生了一个女儿 是有家不能回呀 咱们再来说另外一名受害者 一九九二年三月份 张泽秀一伙人呢 以做生意为名 将四川省年仅十六岁的姑娘 这个小姑娘也姓李 小李 骗到利新 以三千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攀楼镇江破楼村村民 江从涛为妻 这江从涛啊 快四十了 打了半辈子 光棍没娶过媳妇 所以兽性难忍啊 当天晚上就要跟小李发生关系 小李呢 感到万分的羞辱 拼死的抵抗 看见这江从涛有些力不从心 在场围观的人群里呢 就冲出来三个壮汉 帮着这江从涛 把这小李抬到了床上 按住了手脚 协助着江从涛 强奸了这小李 帮着他的这几个人呢 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 就是当地普普通通的村民 但是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面呢 没有感觉自己是干了坏事了 反而是帮了自己老乡一个大忙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江从涛多次用皮带抽 用绳索捆 都是在小李身上发泄授欲 咱们再来说 四川还有一个小女孩 姓姚 这姚某呢 十四岁的时候 就被这伙人贩子 从老家拐来了安徽 先是被卖到了影上县 后来又被转卖到立新县 刘家吉乡 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 由于被收买人无数次的强奸 姚某已经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 专案组几经周折才把小姚给解救出来 可怜的小姚啊 已经是心灰意冷了 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当小姚的父亲接到电报之后 来到了立新县公安局 竟然认不出自己的亲生女儿 小姚的父亲说 小姚被拐走的第二年 小姚的妈妈因为私女心切 得了一场病就死了 自己啊 也以为女儿早就不在人世了 甭管怎么样 甭管经历了什么 人活着就好 和小姚一样被害的 还有一个小姑娘叫小和 被这伙人贩子花言巧语骗到立新 卖给了一个相貌很丑陋的 又有残疾的中年男人为妻 这小和呢 性格很倔强 誓死不从 你打你骂 就是不从 最后人贩子呀 强行的给小和注射了安定 等小和睡着之后 再由买主对他实施强奸 据办案人员说 人贩子给被害人注射安眠药的情况 不足为奇 非常的常见 更有甚者啊 有的买主为了传宗接代 竟然把用来给母猪催情的受用的真剂 打到这些妇女的身上 可以说这种兽刑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据立新县公安局预审终结报告显示 本案解救的130余名被害妇女之中 绝大多数是经过宋氏家族之手拐来的 宋氏家族里参与拐卖妇女达10人以上的有张泽秀 张泽秀一共拐卖了28人 阎波拐卖28人 宋连忠拐卖24人 张泽琼拐卖21人 宋连英拐卖17人 宋连英拐卖15人 武裕军拐卖14人 刘文天拐卖14人 宋连宾拐卖13人 他们的手上这都是无数妇女的血和泪啊 人呢往往就是这样 没被抓的时候不思悔改 被抓之后你再痛哭连天没用了 宋氏家族几个主犯被抓之后 确实也都做了深刻的忏悔 其中张泽秀就说呀 我从小啊就死了父亲 是母亲把我们姐妹五个拉扯大的 我12岁小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务农了 那时候日子很苦 种地的收入不多 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我就跟别人一起到成都市火车站 倒卖火车票 偶尔也跟别人做一点小生意 1989年4月 刘文天许登祥等人 以招工的名义骗我出来 和他们一起到安徽来收购药材 哪想到是被拐卖给了宋家 当时啊我已经结婚了 丈夫姓刘 在四川还有一个女儿 在宋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又给宋家生了一个女儿 虽然我的心牵挂着两边的孩子 但还是决定留下了 因为我没脸再见我原来的丈夫了 以我自己被骗的经历 我觉得拐骗妇女很容易 干脆和他们家人一起干了 我们从四川把妇女拐骗到安徽 交给这边的二道贩子 每个收两千块钱 二道贩子在转手卖多少钱 我们一概不管 卖妇女得的钱 我都交给宋家了 现在我恨宋家呀 我知道拐卖妇女是违法的 我心里也害怕 1991年11月 蒙城县公安局来人把我抓去了 审查了一个月 因为我当时怀孕 就把我取保候审了 出来之后我决定再也不干了 可那时候 我现在的丈夫宋连寅也被抓了起来 我想再弄些钱 托人把他从牢里放出来 就又重操就业 对于那些 经我手被拐卖来的妇女 我从来不替他们着想 只要有钱花就行 因为我自己也是被拐卖来的 现在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让他们有了与我同样的遭遇 有的甚至比我还惨还苦 这些我都知道 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 她已经很大年纪了 请求你们不要把我们姐妹的事 告诉她老人家 我也对不起我的两个孩子 这么小年纪就失去母爱 希望他们将来长大 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起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也对不起我的四妹和五妹 是我把他们拉上这条犯罪的道路的 至于我自己 还能说什么呢 今年都三十了 即便减刑出来也五十了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张泽秀的妹妹张泽琼 也是异常的悔恨 在临去刑场的前一天 她呀 跟新闻媒体的记者说了很多 她说父亲去世之后 我就辍学回家务农了 后来进场做工 认识了严波 和她结了婚 我走上拐卖妇女 这条犯罪的道路 全怪我自己 不怪任何人 严波没有工作 先是帮别人搞车票 后来就和别人一起拐骗妇女 我曾经多次劝过她 还跟她吵过打过 但她就是不听我的话 我担心她长期在外 会搞上别的女人 就辞了工作 跟她一起拐卖妇女 我恨我自己 没有把书念完 如果有点文化 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不恨任何人 我已经写好的遗书 给母亲 公公婆婆 儿子和女儿 告诉他们我们的事 现在我已经无能为力 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想的再多 也是没用的 孩子们的前途 由他们自己设计吧 我就希望 他们能学好文化 庭审结束之后啊 张泽琼只有一个要求 希望能看一眼她的丈夫 哪怕是远远的看一眼 临行前一天的下午 看守所专门安排他们夫妻 最后一次会面 咱们再来说说 这一切的起点 宋孝修 宋孝修说 我呀 无能啊 做生意赔了钱 孩子上不起学 大女儿十六岁就跟我外出流浪 认识了刘文天 我本来不同意 哪曾想惹下这么大的祸根呢 判决书我拿到了 我不识字 别人告诉我 几个孩子都判了重刑 我对不起他们 我没当好爹呀 我没脸见他们了 宋孝修啊 是悔不当初 但是 他可不仅仅是对不起他的孩子们呢 1995年 1月26号 在立新县城西南郊 几声清脆的枪声过后 震惊全国的925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中 八名主犯被执行枪刑 至此 全国罕见的特大拐卖妇女犯罪团伙 被彻底摧毁 1993年 上映了一部由成龙主演的电影 叫做《重案组》 这部影片非常经典 讲述的是一起绑架案件 一名富豪连续两次被绑架 绑匪能量之大 警方与其斗智斗勇 剧情跌宕起伏 节奏紧张刺激 被称为警匪动作片的教科书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如此精彩的剧情 其实并非虚构 电影《重案组》的原型事件 正是曾经发生在香港的 王德辉绑架案件 不过电影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电影里成龙饰演的警察 最终解救了被绑的富豪 把绑匪生之以法 但是在现实中被绑架的王德辉 却始终下落不明 人间蒸发 而策划这起绑架案的幕后主使 也会更让人感到震惊 王德辉呢 他是一位香港的富商 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爱人 叫做龚如新 夫妻两人在香港做房地产生意 而八十年代的香港房地产 那正是火热当头 王德辉的主要产业 又大多集中在香港新界的沙田区 这好时候加上好地段 因此只用了几年的功夫 王德辉就依靠自己的聪明头脑 和过人的手段 迅速的发家致富 成为了亿万富豪 在我们的印象里 八十年代的富豪 那应该是大金链子 大金表 身边保镖不能少 但王德辉 他不是这样的 他非常低调 甚至可以说 低调的非常吝啬 吝啬到了什么程度 他手下的员工非常多 每年过中秋节 给员工发月饼 人家那月饼不是一盒一盒的发 也不是两盒两盒的发 而是把一个月饼 切成四块 一人一小块 当成甜点 被单位的员工发 就抠门到了这个程度 给他自己也一样 奢侈品之类的 那是从来不买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都已经如此低调了 可还是被人给盯上 1983年 4月12日早上8点半 王德辉带着妻子 龚如新开车去上班 就在半路上意外发生了 他平时上班的时候 都会走一条小路 这条路比较难走 但是通常来讲 车也不多 可是这一天 他在这条路上开了一半 发现前面的路上 设置了一道路障 道路中间立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道路施工 可是牌子后面的那条马路 并没有在施工 他就感觉这应该是恶作剧 于是就把车停下 按了几下喇叭 想等这个恶作剧的人出来 把路障拿走 他好过去 可是等了半天 没有人出来 然而就在他准备下车 想自己去把路障挪走的时候 忽然从后面开过来两辆汽车 直接堵在了他的后面 看到这个情况 王德辉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坏了 这估计是打劫的 果不其然啊 其中一辆车上 立刻跳下了一名男子 这男子手里拿着一把手枪 瞄准了王德辉 一把拽开了车门 紧接着又有五个手持斧头 和匕首的男子下来 把王德辉团团围住 王德辉吓坏了 赶紧开始求饶 让他不要伤害自己和妻子 那这帮人呢 显然是训练有素 其中两人把王德辉 押进了一辆大型的面包车里 这面包车里啊 有一个巨大的金属柜子 他们把王德辉锁进了柜子里 之后开车扬长而去 另外两个人呢 把龚如新抓到了另外的一辆轿车里 又给他套上了一个被指糊住了镜片的墨镜 让他看不清绑匪的样貌 然后逼他躺在车的后座上 而剩下的最后两名绑匪 则开走了王德辉的白色奔驰轿车 迅速离开现场 这整个过程 他们只花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而且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位目击者 在这整个过程中呢 王德辉其实什么也没看到 因为绑匪把他在塞进柜子之前呢 把他的眼睛也给蒙上了 王德辉就这样 被蒙住双眼 绑住双手双脚 在柜子里一路颠簸 过了好长时间 这车才停下来 之后装着王德辉的柜子 又被搬进了一栋建筑里 要知道当时可是大白天 绑匪把他装进柜子里 这也能起到一定的伪装作用 防止其他人怀疑 这些绑匪的行为和身份 之后这柜子被搬进建筑 之后拖了半天 进入了一间屋子里 王德辉被拽了出来 绑匪接下他的眼罩 王德辉发现 自己现在正在一间公寓里 面前是两个戴着塑料袋的男子 其中一个男子开始介绍自己 他说自己叫1188 当然这肯定是一个代号 他一边说着 一边还打开录音机 开始录音 还拿出拍立得 拍下了王德辉 坐在床上的照片 那不用多说了 这些都是用来勒索要钱的 而另一边呢 公如新所在的那辆绑匪的车 并没有开到这间公寓来 而是在马路上 不情的兜圈 在得知这边的同伙 已经把王德辉处理好之后 他们才对公如新下达了命令 他们要求公如新 在香港海外信托银行 开一个新的账户 等候他们的通知 他们还威胁公如新 不让报警 如果报警了 那么他们夫妻俩都会被杀死 交代完之后 绑匪随便找了一个地方 把公如新放在路边 离开了 那出于对丈夫的担心 公如新觉得还是对绑匪言听计从比较好 于是他确实没有选择报警 不过他把这件事 告诉了他的一个知心朋友 反倒是这位朋友 后来帮助公如新 在第一时间报了警 不过朋友的这番好心 帮他报了警 这个行为从长远来看的话 到成为了之后发生第二次绑架的一个隐藏的导火索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相信等您了解完整个故事之后 心里边自然的就有答案了 在事发之后 公如新回到了公司里 提心吊胆 如坐针毡 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 他等到了绑匪打来的电话 对方让他去皇后大道的一个女厕所里 找到一盒录音带 公如新一刻也不敢怠慢 立刻来到女厕所 找了半天 终于在厕所的一个小小的隔间里 找到一个袋子 这里面果然有一个录音带 此外还有王德辉的汽车钥匙 在录音带的录音里 绑匪命令他 必须在4月16日之前 把1100万美元的书金 存进他之前开设的那个新的银行账户里 公如新听了 只好照做 到了4月16日当天 绑匪再次打来电话 这次让他去远东金融中心的入口 在一个消防箱里找一个纸袋子 公如新只能依然照做 之后他在纸袋子里发现了 王德辉被绑架之后拍下的照片 录音带 还有一张英文的字条 字条上说 让他把存进银行的1100万美元 汇到台北第一商业银行的一个账户里面 于是警方马上就对绑匪指定的这个账户做了调查 最终发现这个账户呢 也是一个刚刚开设不久的新账户 账户的主人叫做詹秀珍 于是警方马上对这个詹秀珍展开调查 而与此同时 在和警方沟通之后 公如新马上去给绑匪打钱 这整个过程呢 也比较顺利 而且幸运的是啊 在把钱打过去之后呢 绑匪那边好像是非常满意 在4月20号就把王德辉给释放了 就这样 花钱消灾 王德辉安全到家了 逃过了一劫 而公如新呢 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对他们来说 这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了 起码人都还在 但是对警方来说啊 他们还要继续追查这些罪犯的身份 争取把那些赃款 再帮他们给追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警方首先要做的 是想确定绑匪到底有几个人 那按照王德辉的说法 逼他录音 给他拍照的 一共有两个 在被关押期间 他也只见过这两个人 因此这两个人 有可能就是主谋 另外 对于那个詹秀珍 在调查之后发现了 这詹秀珍是一个台湾的商人 在几年前和王德辉有过交往 那么既然有过交往 银行卡又是他的名字 那么这个詹秀珍他应该就不是局外人 有可能也是绑匪之一 此外王德辉也向警方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他回忆说 自己被绑匪释放的时候 也是被塞进了那个柜子里 然后呢 被抬到了一个车上 但是这一次啊 那些绑匪可能因为拿到钱了 非常激动 非常高兴 这就导致他们给王德辉戴那个眼罩的时候 没那么专心 不小心给他的眼睛下面留了一道缝隙 也正是通过这道缝隙 王德辉看到在汽车的玻璃上面 贴着一行大字 一共有四个字 写着神爱众人 而且他也看到 这是一辆白色的大型面包车 这个线索可以说非常有用 警方立刻对一些重点区域展开排查 没多久就发现了这辆白色面包车 在车的后挡风玻璃上 果然贴着神爱众人这四个大字 但是车里面呢 已经空空如也 已经被清理的干干净净了 警方做了仔细的勘察 在里面什么都没发现 于是警方就去查了一下 这辆车的登记信息 发现车的主人叫做陈四海 当时一看到这个名字 警方都乐了 因为这个陈四海 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小混混 家里挺有钱的 但就是喜欢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陈四海 没准也是绑匪之一 果不其然啊 当警方来到陈四海家里时 发现陈四海正在收拾行李 准备逃跑呢 但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被警方堵在了家里 那么陈四海就这样顺利的被捉拿归案了 在陈四海归案之后 他对绑架的行为也供认不讳 从他口中警方又得知 那个詹秀珍的确就是他们的同伙 另外第三名案犯呢 是个女的叫郑纳月 是一个开旅馆的小老板 剩下还有三名案犯 都是道上的混混 此时已经逃跑了 那这样的一个团伙构成 让警方当时还挺好奇的 那这几个不同背景 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人 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勾结在一起的 又铤而走险 要绑架王歌辉呢 警方想不通 当然也没有必要想通 眼下陈四海开了口了 那么剩下的工作呀 自然就好办了 只不过呢 抓人的过程相对比较麻烦 因为后经追查呀 这詹秀珍已经在第一时间出逃日本 那个郑纳月跑到了夏威夷 陈四海和另外三个绑匪 分别在香港和菲律宾被相继逮捕 那么最终已经被抓的 这陈四海等四人 分别被判了九个月 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至于那个郑纳月 他后来逃到了麦阿密 改名换姓 还做了整容手术 但后来呢 仍然被美国警方逮捕 最后也坐牢了 至于剩下的那个詹秀珍呢 就比较遗憾了 逃到日本之后 他又接连换了很多地方 最终警方把他跟丢了 所以这个詹秀珍一直都没有归案 那至少这起案子呢 目前六名绑匪 其中的五个都已经受到制裁了 至于那一千一百万美元的赎金 后来在警方的努力下 也追回了80% 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王德辉呢 非常开心 一向吝啬的他 竟然破天荒的 把一栋三层洋房 捐赠给了香港警方 以作为感谢 那这起案子呢 可以说就这样结束了 王德辉夫妇 继续他们的房地产生意 随着时间流逝 这起发生在1983年的绑架案 也逐渐的被人们遗忘 可是他们夫妻二人 万万不会想到啊 七年以后的1990年 几乎一模一样的绑架案 又再次发生在了王德辉身上 而这一次 王德辉再也没有回来 王德辉的家 不在市中心的闹市区 而是在一个叫做百路径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道路很有特点 首先这个地方 行人车辆本来就不多 也多亏了不多了 因为这条路呢 它是依山而建 又窄又弯 视野还不太好 一旦人多了堵了车了 连掉头都很麻烦 当年王德辉第一次被绑架 就是在这条路上 因为这条路啊 实在是太好布置陷阱了 然而就在七年以后的 1990年4月10号 同样是在这里 王德辉又被绑架了 在4月10号晚上 王德辉在健身房 做完运动 独自开车回家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 有一辆摩托车 一直在他后面默默的跟着 当他快要开到家的时候 几乎就是在上一次被绑架的地方 那段路上再次出现了一道路障 看到这个情况 王德辉的心里又一次咯噔一下 他赶紧下车 想把路障拿走之后赶紧离开 但还没等他下车呢 又有两辆汽车 一前一后出现了 把他堵在了中间 一看这两辆车 他心想完了 看来七年前的事啊 又要发生了 很显然他猜对了 而且这一次啊 这帮人更加暴力 两辆车上一共下来五个人 他们三下午出二 把王德辉从车里拽出来 暴打一顿 用胶带粘住了他的嘴 用绳子绑住了他的手和脚 接着把他塞进了车里 在进到车里以后啊 王德辉一看 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这辆车里 也有一个巨大的箱子 跟上次一样 王德辉被塞进了箱子里 不过在塞进去之前 绑匪把王德辉的皮鞋 给脱了下来扔掉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绑匪被捕之后说了 因为听说王德辉的皮鞋里面 有追踪器 所以得把鞋第一时间 给扔掉 那在这儿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 跟上次绑架一样 绑匪们 在把王德辉 装进汽车之后呢 把王德辉自己的那辆奔驰车 也给开走了 而且是一路急迟 开得非常快 但这小子开得实在是太快了 一不留神 光当 出车祸了 把一辆停在路边的 其他人的小汽车给撞了 那个被撞的车的车主 立马就骂骂咧咧的下车 要来理论 结果那个车主一下来 发现对方的车里 哎呀 坐着四五个人 人多势众 这车主一看立马就怂了 等这帮绑匪开走了之后 他才偷偷的报了警 说自己车被撞了 撞车的人还跑了 而这个报警电话呢 也成为了日后警方掌握的 第一条线索 借助这条线索 警方由此得知了绑匪的大概人数 以及他们自己的两辆车 都是什么型号 什么样子的 但说实话 这第二次绑架 虽然和第一次非常相似 但是在很多细节上 人家绑匪做的要到位的多 所以这条线索 其实在日后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再看另一边 正在家里等着丈夫回来吃饭的龚如新 发现王德辉迟迟没有回来 他感到有些不对劲了 在数次联系王德辉未果之后 龚如新当机立断 立刻报了警 两天以后 绑匪打来了电话 让龚如新准备六千万美元的赎金 否则就要杀人灭口 在看到如此巨额的赎金之后 连警方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是为了保证王德辉的安全 这钱还是要准备的 但是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后来龚如新如约支付了赎金 可王德辉却始终都没有被放回来 虽然说这次绑架和之前那次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但这次的剧情却没有像上次那样发展 王德辉竟然没有回来 对此警方也感到十分的疑惑 前后这两次绑架案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那么这一次的绑匪会不会跟上一次的绑匪有什么联系呢 最重要的是王德辉为什么接二连三的被绑架呢 此时他又到底在哪里呢 七年之前富豪王德辉遭遇绑架 最终破财免灾平安归来 七年之后在几乎同样的地点 又发生了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绑架案件 王德辉再次被绑架了 他怎么就这么着绑匪喜欢呢 而这第二次绑架的导火索啊 主要还是因为他太过抠门了 人们都知道他抠门 过节了给员工买月饼还掰成四半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啊 他不光对外人抠门 对自己更加抠门 平时买东西舍不得花钱 这也就算了 在1983年发生第一起绑架案之后呢 从来舍不得花钱的王德辉 终于狠下心来雇了好几个保镖 可是四五年过去了 什么事都没发生 王德辉这抠门的习惯又犯了 他感觉也没有必要再养这么多人 再浪费这么多钱了 于是呢就把这些保镖全给炒了 但是刚刚炒了没多久 这一起绑架案就又发生了 可能这就是命吧 说当时在案发之后啊 因为各种细节都跟第一次绑架十分相似 所以警方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次绑架的那几名案犯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故技重施呢 但是调查一番之后发现那几名案犯 抓的抓跑的跑死的死 基本都在掌控之中 跟这起案子不可能有关联 那这个情况就非常难办了 如果没有关联 为什么这两起绑架案会如此的相似呢 甚至包括一些道具 一些手段上都是如此的相仿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恐怕很难让人接受 可是目前警方手里的线索少之又少 唯一能够利用的就是绑匪不断打来的催账电话了 电话里对方不停的催促 龚如心赶紧交钱 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 龚如心决定还是拿出六千万美元 先把账户赎回来 人呢先安全的回来 那罪犯慢慢的再抓 那当时呢 为了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调查时间 警方建议把这六千万美元的输金 分成13种货币 放在不同的银行里进行交易 这样一来呢 绑匪转移资金 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手 警方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锁定绑匪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因为在1990年的香港 电子银行等等相关业务 还在起步阶段 甚至连自动取款机都非常少见 这对警方都是有利的 因为对于案犯来说 最稳妥的来拿取赎金的方式 就是在自动取款机上 把钱转到其他账户里 避免在银行柜台露面 于是警方就两人一组 在全香港仅有的几台取款机的附近 不断的巡逻 一旦有人来取钱 就第一时间和银行方面沟通 如果取的就是那六千万输金 就马上锁定嫌犯 继续往下查 而果然没过多久 银行账户里的钱就有了变动 有人利用自动取款机 把输金转走了一部分 但是奇怪的是 负责蹲守的警员 却没有发现来转钱的绑匪 这就太奇怪了 而且不光如此 第二天账户里的钱 又被转走了一部分 可警方还是没有发现来取钱的案犯的踪迹 这是怎么回事呢 直到后来案犯被抓住之后 警方才搞清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啊 那些在附近巡逻的警员 不光负责看守取款机 他们还会时不时的去处理一些其他的纠纷和突发情况 如此一来呢 他们的精力就会被大大的分散 不能每时每刻都看着取款机 而绑匪来取钱的时间 恰好就是趁着警员们不在的时候 可见这绑匪十分的狡猾 好在警方当时呢 也意识到了问题 直接让警员在附近巡逻 容易打草惊蛇 于是后来呢 他们就把巡逻的警员全都换成了便衣警察 24小时不间断的看守 而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了 第四天 一名可疑男子来到了其中一台取款机前 在机器上操作一番之后 果然又有一部分赎金被转走了 那么这个男子会不会就是绑匪之一呢 那个取钱的男子到底是谁 是不是绑匪之一 这些问题咱们先放一放 咱们先来说说 当时发生在台湾的另外一起奇怪的案子 说在王德辉被绑架三个月之前 1990年1月台湾的国安局曾得到了一条消息 说有一个香港的黑社会团伙和台湾本地的一个叫做杜史存的黑帮头目勾搭上了 这两伙人有可能会涉及到枪支走私之类的犯罪 需要查一查 那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台湾的这个国安局 其实就是台湾当局的最高情报机构 在这个地位上的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那国安局他堂堂一个情报机构 不屑于管理这些黑社会之类的犯罪行为 于是当时国安局就把这个情报交给了台湾的调查局 这个调查局呢就相当于是咱们的公安厅 专门负责一些重大的犯罪案件 于是当时调查局就一直在暗中调查黑帮分子杜史存的行为轨迹 结果在4月13号 发现杜史存从机场接来了两个从香港来的男子 住进了台北的一家高档酒店 这调查局一看 杜史存亲自来接机 还住进了如此高档的酒店 看来这有可能就是香港那边过来的黑社会人员 没准他们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于是呢 在调取了酒店的入住记录以后 调查局发现那两个香港人一个叫中华另一个叫陈其元 但这还没完接着第二天又有一个香港人来跟他们会合了 也住进了这个酒店 这个人叫中智能 之后第三天第四个香港人出现了 这个人叫黄寿也住进了这家酒店 那么这四个香港人分别是谁呢 根据调查局的调查 首先那个中华是从大陆逃到香港的 在香港的一个汽车公司当经理 那个叫黄寿的跟杜始村一样 也是一个黑帮头目 经营了几个KTV 另外那个叫中智能的 这个人就有点意思了 他是在台湾上的学 而且学历非常高 但毕业之后就回了香港 再一查呢 发现这个中智能的父亲 竟然是香港的一位退休的警长 叫中维正 这是中智能 最后那个叫陈其元的 这个人就更加有意思了 这个人呢 虽然是香港人 但他其实是台湾国安局的工作人员 同时也是台湾调查局的工作人员 这个逻辑咱捋一捋 他是一个香港人 但是呢 他又在台湾的一些机构里任职 这是不是有点无见道的意思了 但是调查局当时啊 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谁都不知道 这个陈其元 他到底是安插在里面的卧底 还是真的在参与这桩犯罪 所以当时调查局这边呢 也很迷糊 那么这样的几个人物啊 就让这件事啊 好像变得很奇怪 这怎么哪的人都有呢 有黑帮的 有黑帮的 有警长的儿子 甚至连调查局内部的人都有 说这几个人凑一块 这到底要干嘛呢 继续观察几天之后啊 调查局发现 在之后的几天里 这几个人又换了好几个酒店 一直到了4月26日上午 他们忽然在外面 买了100多个纸箱子 然后呢 开着小货车 先去了一趟第一商业银行 之后又去了台湾银行 不知道在这干什么 一直到了当天下午2点 这几个人开车返回了酒店 之后从车上 又搬下了好多纸箱子 因为这个事实在是太过蹊跷 调查局当时在研究之后决定 立刻对他们进行突击检查 于是在当天下午 十几位调查员 忽然冲进了这些香港人的房间里 而此时他们惊讶的发现 那些纸箱子里面 竟然是一叠一叠的面额巨大的钞票 经过清点 这些钞票总共有4亿7384万新台币 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币种 总重量有540公斤 这么多的钱 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币种 还都装在一个一个的箱子里 这肯定有问题 于是调查局 就把这几个香港人全都带回去审讯 其中也包括台湾的黑帮头目杜史存 不过当时有一个叫黄寿的那个人 他们没有抓住 因为黄寿在10天前已经提前返回香港了 说当时把这几个人带回调查局之后就开始审 但是审讯工作进行的非常艰难 因为这几个人嘴巴都非常严 毕竟他们都知道 调查局之所以抓他们 就只是因为在他们这发现了4亿多的钞票 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他们犯了罪 所以只要他们不张嘴 他们暂时就不会有事 那调查局对此也非常清楚 于是抓紧对这些资金的来源展开调查 很快他们发现在4月25号 这几个人在第一商业银行开了几个账户 同一天香港的恒隆银行的一个账户 像这些新的账户总共汇入了两亿六千多万港币 这些钱汇到之后呢 这几个香港人马上就去取钱了 但是银行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只让他们当场取走了三亿八千三百一十四万的新台币 由杜世存给转走了 那么剩下的那些没有取到的钱 只能第二天4月26号再来取 而第二天取出的这部分 就是调查局找到的那四亿多的新台币 另外呢 给他们打钱的那个香港的银行账户 经过调查属于一个叫做陈松德的男子 但是调查局查了半天 发现这个陈松德就只是一个帮人洗钱的小角色 也是受人之托 拿钱办事 跟这四亿多新台币的来源应该没什么关系 对案情应该也没什么帮助 所以说当时的调查呢 几乎是没什么进展 不过好在几天之后 在4月29号 调查局搜查了杜世存的家里 在他家竟然也发现了 一亿八千四百万的新台币的现金 那这个发现让大伙更加震惊了 眼看这发现的钱越来越多 而且还都是现金 可是调查局还是没有查清 这些钱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用的 如果说这些人拿钱买枪支弹药 那显然用不了这么多钱 那有没有可能是贩毒呢 可是最近国际上的各大毒销 也没什么大动作 如果拿这么多钱贩毒 那必然是大单的生意 那么国际上的毒销必然会有所反应 可现在却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说不可能是买枪 也不可能是贩毒 那么这些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思来想去 调查局终于想到了绑架勒索的可能性 毕竟这些钱既然不是用来买枪支弹药的 也不是为了刀腾毒品的 那到底什么事会导致忽然得到这么多现金呢 估计也就只有中彩票了 但这显然不是中彩票啊 所以说想来想去 调查局那边终于想到 有没有可能是绑架勒索的赎金呢 于是他们就开始调查 近期在台湾和香港发生的绑架勒索事件 没多久就查到了王德辉第二次被绑架的这起案子 于是他们赶紧就联络香港警方 彼此一交换情报 发现各方面完全都能对上 比如那个陈松德 就是当时让龚如新去银行里交赎金的人 而龚如新在4月27号以后 就没法和绑匪联系上了 因为这一天正好他们几个被调查局给抓住了 最重要的一个情报是 香港警方发现 其中那个被抓的叫陈其元的 这个人就是当时去取款机里转钱的人 那由此看来 这个陈其元并不是卧底 而是实打实的参与了这起犯罪 种种这些信息让香港警方直接得以认定 台湾调查局抓住的那几个人 就是这起绑架案的案犯 现在有了这些证据 警方心里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于是迅速对漏网的案犯展开了抓捕行动 不过此时人抓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 这其中的主犯到底是哪一个 谁才是这起绑架案的主谋呢 警方是不会想到的 他们忙活了半天 前前后后抓了这么多人 其实抓的这些都是从犯 都是干活的 真正的主犯 其实从来都没有露过面 那这个主犯是谁呢 他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钟智能的父亲 那位退休的警长 钟维正 作为一名警长 他为什么会成为这起绑架案件的主犯呢 这事要从七年之前 王德辉第一次被绑架开始说起 王德辉当年第一次被绑架的时候 当时负责那起案子的就是钟维正 当年在那起案子结束之后 钟维正发现 这些绑匪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他们策划的这起绑架 几乎可以说是一次激进完美的绑架了 而且把赎金汇到台湾的手段 也被证明是可行而且聪明的 这整个绑架计划 其实只要稍微的做一些改进 应该就能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绑架案件 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 钟维正就已经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他打算改进一下 这第一次绑架的方式 亲自去实施一个新的绑架案 捞一笔大钱 也正因此 他策划的这第二次绑架和第一次绑架 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甚至包括一些外界不知道的细节 他都模仿到了 因为他自己就是警察 但是一开始 咱前面也说了 王德辉雇了很多保镖 钟维正无从下手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王德辉身边的保镖全都不见了 这让他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经过数年的策划和准备 钟维正集结了一个将近20人的团队 以他自己为首脑 分成五个小组 并且确定了各自的组长 事前进行资料搜集 跟踪丁梢的筹备小组有两人 案发当天 设置路障 实施绑架的行动小组有六人 负责看守王德辉的看守小组有五人 事后联系家属 索要赎金的交涉小组有一人 收了赎金之后 去台湾洗钱的收款小组有四人 这四人就是台湾调查局当时抓住的那几位 除此之外 这五个小组的组长彼此隔绝 只和钟维正单线联络 让整件事情的保密性做得相当相当到位 这些人互相之间既不打听彼此的私事 也不知道幕后主使究竟是哪一个 甚至直到最后一刻 他们才知道他们要绑架的目标是富豪王德辉 这如此缜密的安排几乎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虽然和七年前的绑架很相似 但是可以看到比那次绑架要强太多了 但是最终让周围正没有算计到的是 他们最终还是栽倒在了最关键的赎金上 截至1990年5月10号 香港警方陆续抓捕了剩余的其他几名共犯 但是最大的boss钟维正和黄寿 却始终没有归案 直到今天依然在逃 已经被抓获的那些案犯 后来都以绑架勒索罪被起诉了 大多都被判了无期徒刑 就这样案犯基本都被抓了 也被判了 但是眼下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王德辉他到底在哪 后来被抓之后 陈其元交代说 说他们吸取了七年前那期绑架案的经验 没有把王德辉关在香港本地 而是把他关在了一艘渔船上 把船开到公海四处游荡 本来打算拿到钱之后 才让这船开回来 但是后来都被抓了 可是即便如此 王德辉仍然没有被找到 这是为什么 直到后来负责看守王德辉的案犯 被抓住了才得知 当时那艘渔船在公海上行驶的时候 曾经遇见了大陆的军舰 他们以为是警察来抓他们的 慌乱之中把王德辉扔进了海里 应该已经被淹死了 但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因此这个说法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直到九年之后 1999年 王德辉还是没有出现 当地法院只能宣告 王德辉已经死亡 宣告死亡之后 也使相关的其他法律问题 得以相继处理 而龚如新则一直坚信 丈夫还活着 直到07年 他自己也因病去世了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悲惨的结局了 可能也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在电影《众案组》当中 富豪被绑匪丢进大海之后 及时被大陆的军舰救了上来 之后富豪隐姓埋名和妻子 过上了低调隐秘的生活 只可惜这是艺术创作 回到王德辉的案子 不论是迟迟没有归案的 主犯中维正 还是生死未知的王德辉 都是这起案件中 永远的遗憾了